大家好,这里是小七八鱼,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成龙的面子到底有多大 我全世界不管你,只要你点一个地方,我马上转到照顾你 不要以为这是成龙在吹牛,他说的都是真的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想邀请成龙到白宫做客 却被成龙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 不给美国总统面子估计也就只有龙叔一人吧 到了2011年,成龙再次受邀参加白宫晚宴 而这时的总统已经成为奥巴马 看到成龙如愿而至,奥巴马钦队出来迎接 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并且直言不讳说自己就是成龙的粉丝 而在俄罗斯,成龙居然成了第二个最受喜欢的男人 就连他们的军用潜艇都心甘情愿地拿出来让他做道具 原来黑海舰队的长官也是成龙的忠实粉丝 在听到剧组拍摄需要很多军用武器争吵面时 直接将自己的正国力气击落及潜艇拉了出来 还将克林姆林宫的横场借给剧组当作拍摄场地 最后俄罗斯尽管为了让成龙感受到自己对他的热情 竟还表示如果需要核武器 他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的洲际导弹借给成龙 如此的亲郎相助不但让人们看到了世界有人对于成龙的喜爱 各是让网友对于成龙的面子大开眼界 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当年成龙在拍摄红番区时 一段气垫船在海面和大街横冲直撞的戏 成了电影最惊险刺激的高潮 而这段气垫船正是英国女王亲自借给成龙的 1998年时成龙拍摄电影《我是谁》中需要到荷兰取景 而陆特丹的市长为了能够留住成龙 将答应将著名的陆特丹大厦借给成龙当道具 为此成龙在后面还改了剧本 决定从70米高的陆特丹大厦上一夜而下 而这军事一跳也彻底成为了影史上无人能够超越了经典 除此之外陆特丹市长为了不耽误成龙拍戏的进度 特意下令分路分桥甚至调来海陆空三军特种部队 为拍摄营造最真实的镜头 而在功夫瑜伽中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天价跑车 也不过是成龙的一个电话接过来的 据说当时为了拍摄飙车的镜头 剧组跑遍了整个迪拜也没能找到合适的租车行 不是租金昂贵就是损坏需要赵价赔偿 本就在一国他乡拍摄电影的剧组哪有这般实力 这让拍摄工作陷入停止状态 而成龙却面带微笑的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一个头顶白布的帅气男人拿了一个箱子赶了过来 而他正式迪拜王子哈曼丹 箱子里摆放了35把豪车钥匙 每一步都是天价 哈曼丹害怕35辆不够 还将每一辆都多准备了一台备用车 搭起来整整70辆 总价值超过2亿美元 最后哈曼丹还特意交代 随便飙车使劲开 撞坏了也不用赔 这可让导演的心彻底放到了肚子里 如果你还嫌这些车不够豪华的话 那再看一看极限分钟的黄金车 就连成龙都忍不住感叹太震撼了 而这一次的7辆98k黄金车也是由哈曼丹王子赞助 据说每行是100公里车辆就会有50个黄金损耗 不得不说这电影拍的简直太好了 当然这只是成龙片的一小部分缩影 什么美国精队尼米斯航母 法国从不对外开放的上帝伊城堡 还有世界著名的悉尼科剧院 这里都曾经留下了成龙的身影 他们是成龙电影最好的见证 也是全世界都要给成龙面子的根本原因 而放眼整个香港面子最大的还有一个人 TPP豪至240万为其祝寿 700位明星到场祝贺 就连镜像奖都为他改期举办 入场时的白米红档 他硬是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而这就是曾志伟的60大寿 曾志伟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除了他自身在娱乐圈混的分身水旗外 也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 曾志伟的父亲名叫曾启荣 当年是香港黑白通知的高级警长 即使是在当年治安最混乱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也能高枕无忧 过得有滋有味 而曾志伟工作之外很喜欢足球 这也让他认识了很多政要和明星 以至于后来曾志伟因为反弹风暴落马后 曾志伟凭借附近留下的人脉 依然能混得分身水旗 其中恒金宝谈永灵等 都是曾志伟当年因为踢球认识的 有了曾经宝和成龙的带领 曾志伟开始进军影视界 一部最佳拍档 让曾志伟拿下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的奇迹 也彻底打响了他的名号 这让当时的曾志伟信心大增 而后来的双城故事 更是让人们对他的演技刮目相看 并拿下了当年的香港金像奖 最佳男主节奖 与朱润发和周星驰等 成为当时香港电影中热度最高的明星 至此曾志伟彻底打开了自己的市场 不但担任导演演员 还曾主持了众多综艺节目 开创了游戏类综艺的新机缘 一时间那个原本没多大名气的小个子 也变成了人人见面都喊上一声大哥的人物 这也让他越来越膨胀 于是不少的负面新闻接踵而至 甚至遭到了很多年轻女明星的公开声讨 当年的安乐战场中 女演员控诉剧组 在拍摄被强暴的场面是假戏真组 而演员刘新优也曾自曝 自己当年差点陷入曾志伟设下的圈套 但在这些指控下 曾志伟不但回复的轻描淡写 而且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当然这也因为他的江湖地位实在是太高 以至于在他的六十大寿上 你认识的你不认识的 只要是能到场的明星全都会聚一趟 其中还不乏很多内地明星 包括隐心胡金歌手孙男 乃至经常出席活动的赵本山也亲自到场 而亚洲天王周杰伦更是亲自为曾志伟演奏 人上也始终保持着谦卑的微笑 因为当年的金像奖 曾与曾志伟的寿宴冲突 为此颁奖典礼特意提前一天举办 只为给曾志伟寿宴让路 可见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绝非一般 而在内地娱乐圈中 也有这么一位实力超群的大佬 他就是赵本山 他当众长乖粉小刚 对风趣只能笑脸相迎 仅凭他身边的四个保镖 就能撼动大半个东北 而他家里的资产 八辈子都挂不完两亿的私人飞机 也是说买就买 因为他的实力实在太大 银剑也流传着 灯北乱不乱 本山说了算的谚语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也直接反映了赵本山的实力 劫非一般 好跟出生的他 从1990年登上央视春晚 便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连续21年 赵本山给无数家庭 带来了不少的欢声笑语 也让他彻底大红大字 成了中国小品街的传奇 所谓数大好尘粮 当年达到编分的赵本山 吸引了无数想要拜他为师的人 其中作为新女郎的黄顺一 也曾当众跪倒在了赵本山面前 请求他们收自己为徒弟 而赵本山的地位 不仅仅局限于此 在当年的华兵奖上 赵本山获得了中国演艺名人第一名 作为颁奖嘉宾的焚小刚 故意将对赵本山的形容 说成了站在黑社会上的奇葩 让台下的明星笑声一片 但这也让当时深陷涉黑传闻的赵本山 再次陷入了尴尬境地 就在大家期待赵本山 会做出何种反应的时候 上去领奖的他 竟当中给了焚小刚一巴掌 这种大胆的行为 在各个颁奖典礼上都未曾出现过 而敢这么干的 估计也就只有赵本山一人了 近年来赵本山的热度 虽然慢慢的降低了 但他在娱乐圈的地位 却无人可以撼动 并且退居幕后的他 也在不断发展自己的事业 开设的刘老根大舞台和传媒公司 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以至于两亿的飞机 在他眼里都是小钱 可在赵本山享受生活的同时 他也不忘为国家出一份力 08年的汶川地震 赵本山未灾区捐款200万 10年的西部旱灾 赵本山又拿出260多万 三年前的疫情爆发 赵本山又向武汉捐款1000万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 无不感动着受灾的百姓 也温暖着网友的心 这三位大哥你最喜欢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讨论区留言